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必须是好的协议,否则美国是不会签 特朗普星期三在俄海俄州一个军工厂发表演说时表示,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签署贸易协议,解决贸易争端 不过他继续说,如果我们签不成协议,亦都没什么关系 特朗普说中国很希望达成协议,他说他们的经济下滑了百分之三十二到百分之三十八 而我们美国的经济呢?如果你们看看资料,自从我当选以来几乎上升了一半 目前不清楚特朗普引用的具体是哪些经济资料数据 受美中贸易关税战的影响,中国二月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大减百分之二十点七 跌幅大大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百分之四点八 但是中国官方宣布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依然徘徊在百分之六以上 同时美国经济年增长率继续在百分之三上下徘徊 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不能够达成好的协议就走人的言论 加冲了外界对美中经贸磋商前景的担心 一日前美国《彭博新闻社》报导说美中贸易磋商进展缓慢 因为中国官员希望收回较早前就保护知识产权对美方作出的承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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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